但是你问他怎么做的呀 孩子生病呢 摔门就走 我能不走吗 我抱着孩子正哄呢 人家急眼了 跟我干脏 最可恨的是 把那辣椒酱都弄到我眼里 疼死我的头 他抱着娃 你在那眼睛里抹辣椒酱 不是抹辣椒酱 是他一急眼拿起那辣椒酱 那娃直接就飞过来了 孩子还在你怀里呢 对 我这么一打 直接就飞到眼睛里了吗 不是 他肿这样子 上次那事你看 他就在家里可能 我当时舞的眼睛 就办医院去了 上次那事我还没说完呢 只有你跑这儿了 主持人你知道上次吗 就孩子生病那次 这不是就孩子生病这次吗 不是 另外一次 你看 天那么冷 孩子生病我弄不了啊 我就给孩子穿衣服 显着去找他 最后在哪儿找着他 网吧 我找你 我也求你 我说你看孩子生病了 是我做的不对 人没回来 人就跟没听见一样 就在那儿玩游戏啥的 哄你你不回来 我就走吧 回家吧 是不是 回家想着一会儿 消气就回来 姨也没回来 不是 孩子生病 为什么你去网吧呀 我一回家他都跟我发火 那我没地儿待 我只有上网吧待着 是因为他们家的事 鄭初遇见 我一会儿 很介意 我应该习哈 我妈妈妈说 这个是死亡的 未经验 以后 我应该自己ру出 那儿玩这个 我们家人 怎么办 但真的 这 我们家人 是 是 真的 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出去工作 你挣奶粉钱 她的钱 她给你换岗 行不行 行 我同意 但是她不同意 你同意啊 我同意啊 你能挣来那个养家的糊口的钱吗 可以 没问题 就一定要出去打工了 对 娃也不要了 给她奶奶带呗 人家给她弟弟 就是给她二儿子都能带 凭什么给我们带不了 所以我就问下面的问题 就是我特别想问 为什么给弟弟带不给你带呢 因为我弟他们家孩子 先出生的 比我们家稍微大一点 我妈出生呢 就给带了一段时间 我弟在这开了个蛋糕店 店里特别忙 两口子 所以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妈才得帮忙带着点 你看 就是一直讲着 然后有一次我就想着 你看 我跟他受不了 是不是能跟我婆婆沟通沟通啊 然后我就去找我婆婆去了 我说妈你看 你给我弟带孩子也带 然后你能不能帮我也带 哎呀 不行 我带不了 我不好受 反正你一句我一句 然后就哭了 哭了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打电话 他儿子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就跟我一顿吵 我妈那么大年纪了 你去你 你那是怎么跟他说话呢 你好好跟他说话了吗 我们也不好好跟他说话呀 我就是说 你怎么能给我弟弟带呀 你胜不重男轻女啊 我就说这他就哭了 我就特别委屈一下 那你想怎么着 今天来这儿 我今天就想着什么呢 完全可以我出去挣钱呀 我不是没有这个医院 我今天完全可以独立 就这样在孩子这儿了 经常吵架 就跟我冷战 就不理我 我真我烦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当妈妈 理解理解 就再说就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当妈妈都可以理解我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我真就自己哭一抱 恨不得你知道吗 我跟他不图别的 我就想着 在我累的时候 谁能帮帮我呀 明白了 我也可以挣钱呀 我凭什么受你气呀 就是说至少你态度对我好点对吧 对 我得专正态度对不对 你吵架就走 还一夜都不回来 经常的这样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有多久没抱过你老婆 半年了吧 半年了 能不委屈吗 是他这半年 他都没给我好脸 你说我怎么能抱他 那你也得抱他呀 有的时候我就想着 我闹的时候 我抱着孩子 你抱着我 行了 咱都会过去的 咱会好的 他不这样 听见这话了吗 我抱着孩子 你抱着我 就要个抱抱 我不是说 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好 是 是 是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来 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回 不容易 对呀 其实听明白了 挺不容易的 夫妻两个人 一个人打工 一个人做全职的家庭主妇 真的不容易 我知道人累的时候 情绪会有变化 我要老师给分析分析 你这应该怎么办啊